大家好 即將為您示範的是 利用 Android 軟體與 iOS軟體去控制 PowerDVD11 這是PowerDVD11的一個功能 那 如果你買的是標準版你必須下載 付費版的手機軟體 付費版的 如果你是其他極致 極致版或豪華版 那比較貴嘛 那你手機是可以下載免費的 那在 PowerDVD的官方網站上面也有放試用版 所以我這邊是以試用版去做展示 你也可以去 拿試用版去 試用看看 那這個程式 透過連線的方式是WiFi 並非藍牙 所以你要確保你的 電腦網路 不管是桌上型或筆記型 你必須要跟手機是在同一個網路下 同一個虛網 這樣子你的手機透過你的 比如說你的AP 或者你的分享器 然後 這個 才可以這個 傳送 傳送指令去到電腦去控制電腦 這樣子 好 那這邊先以Android手機做示範 安裝完之後 它會進行搜尋伺服器的動作 搜尋到之後它會列出來 像我這邊它就列出來了 PowerDVD 11.0 T-R-I-L-T-R-I-L-B-D-W-S-T-O-W-D-O-B-E 然後後面是你的那個電腦名稱 所以這個是試用版的意思 那你如果找不到 底下會有個重新整理 好點它一下 就可以連線 此時電腦端 此時電腦端 你會看到有 我的Nexus S 我的Nexus S 還有我的 iPad 它的圖片 與視訊 都同步了 也就是說 我除了可以用我的手機去控制 電腦之外 你如果家裡有一台HTBC的話 現在很流行 家裡有一台家庭那個 影音電腦 HTBC Home Theater Personal Computer HTBC 你如果放在客廳 我可以用手機去控制 我現在用手機控制不是滑鼠喔 不是滑鼠 你就可以用手機控制這個電腦 那電腦呢 也可以讀取你手機的 圖片 還有 底下 視訊 而且不管是 Nexus S Enjoy系統 或是iPad iPad iOS系統 你只要安裝對應的程式 就OK了 好 在Android手機 與伺服器連線之後 你會看到有五個畫面 首先是電影 視訊 照片 音樂 與裝置 對 在連線之前呢 它會有一組密碼 它會有一組密碼 然後你手機也要輸入相對應的密碼 這樣才能連線 但是呢 我發現 這個有點BUG 在 我不知道是BUG 或者是我的問題 我的網路問題 或之類的 有時候 我只要 點選 它有個更改密碼 點選更改密碼 它就連不上了 那這時候 我解決方法 只有登出 再登入 然後再啟用 再打開這程式 實在是 所以我就跳過這步驟 那你如果沒有點選更改密碼 那你只要打過一次密碼 它就會一直記住 那下次你就可以直接進來 就不用每次都打密碼 沒有那麼麻煩 好如果我現在點電影 那你的電腦也是 切到電影 切到電影的那個葉簽了 我現在再跳回模組 我現在點 我點這個視訊 點視訊的話 它會讀取你這個電腦端的 電腦端的 硬碟 好 那因為我有讀卡機 所以不是我硬碟很多顆 沒有 我硬碟只有兩顆 然後三個奔割去這樣子 那F槽是那個光碟機 然後剩下四個讀卡機 所以它都通通列出來 直接代表是通通列出來 然後它也整合了線上媒體的部分 好它整合了線上媒體 還有DLNA 有的DLNA 就你可以拿PS3啊 或者是這個 現在很多的Enjoy手機也有支援 這樣子 除了PS3還有 還有很多 比如說XBUS也可以 都可以 還有播放清單 好 那我現在再回去 模組 好 一樣 一樣 我點相片 好 一樣 好 有沒有看到 所有的你的那個分區 它都出來了 所有分區都有 好 所有分區都有 所有分區都有 那底下 線上媒體的部分 除了 剛剛是YouTube嘛 可是YouTube是影片啊 所以相片的地方 它就改成了 Facebook跟Flick 這是兩個大家比較常用的 國外可能 大家比較喜歡Flick 然後 Facebook現在也是很常用 好 然後一樣有支援DLNA DLNA 然後你也可以新增換燈片 那這邊呢 一樣就讀 讀出你的那個照片這樣子 那你可以 等一下 然後呢 回去模組 然後呢 接著是音樂 好我現在點音樂 欸 你的電腦上面音樂 一樣喔 電腦上所有的音樂 你可以去挑位置 這邊 你可以挑看你放在哪一槽 一樣 DLNA 還有 播放清單 接著是裝置 裝置 最後像裝置 裝置就是把你 它就是讓電腦去讀你裝置的那個影片 所以像我這一支 Nessus S 它有個缺點就是 沒有 沒有那個輸出 輸出畫面的功能 像很多那個手機都有 i9000啊 都有了 但是呢 Nessus S這支居然沒有 好那我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我把照片 輸入到電腦 所以我可能比如說我 我拍完照片了 假設我真的用手機拍一拍 所以之後我想說我回家 到分享給大家 分享給家人 就是坐在客廳這樣 大畫面分享 那你就可以用裝置 好 他就切到裝置頁前然後他就會 左邊是讀你的 假設你有 你有那個什麼 剛好都各一台有沒有 Enjoy手機 Enjoy平板 iPhone iPad iPad Touch 這樣一共五個 他那五個桌子都列出來這樣子 一定的 那當然你要裝 那個 程式 好 再切到電影 好 那我剛剛說我沒有用這個滑鼠 那我到底是怎麼控制呢 還是很貼心喔 分為兩個部分 左邊要控制按鈕 當然就是可以控制什麼 這個大小聲 大小聲 然後靜音 播放暫停 上一手下一手 停止很基本功能然後你再 點下來 這邊 他就有什麼 一堆有的沒的這樣子 英特拉 那這可能是什麼語言啊 還有紅 還有什麼 顏色有沒有 紅綠藍黃 這樣 好那右邊這邊還有個貼心就是滑鼠 滑鼠選項版 我覺得這名稱滿怪的 他就是一個 這個 利用你的 手機 手機 手機變成什麼 這個 滑鼠 好 手機變油 不要這樣 應該叫這個 Touchpad 手機 手機 你